有地南方的馬柏榮 馬柏榮 中國香港 UNIT MAI TAI 29戰 17勝 12負 2KO 2017年 68kg 台灣TKA Pro Sander 金腰帶 2018年 73kg 台灣TKA Pro Sander 金腰帶 2018年 70kg Sander Champion 金腰帶 紅方 紅方的我們有 孫德纏 卓豪三番 中國香港 來自富德拳館 仙達總管 42戰 30勝 12負 2013年 51kg 香港中學生及 大專泰拳錦標賽冠軍 2014年 51kg 香港泰拳冠軍 爭奪拳王 2014年 54kg 第57屆 香港體育節 泰拳公開賽 金牌 2014年 54kg 兩岸四地 武術慈善賽冠軍 2014年 60kg 粵港泰拳爭戰 四人賽冠軍 2017年 53kg 富德城 富德城 武林風決戰天下 四大賽冠軍 2018年 53kg WMO 禁腰帶 2018年 54kg 東亞泰拳錦標賽 金牌 東亞泰拳錦標賽 2018年 57kg 54kg 亞洲泰拳錦標賽 金牌 2019年 54kg 血戰豪肝 金腰帶 謝謝 而這場的拳證和裁判 都是郭家文師傅的 好了,真是 戰績真是非常厲害 好,接下來交給兩位拳手 好了,來到第十二場 這場又是大戰 比賽開始 這場是KF1賽例 男子61kg級的比賽 上來已經南方拳手 一個重腳 延續的重腳 藍方拳手大隻很多 藍方拳手是來自 Unity Muay Thai的 馬伯榮 你看身形 大了一個圈也不止 過往打開的 就是68kg到70kg的賽事 紅方拳手打開的是 51kg到60kg的賽事 看看雙方的身形 雙方曾經有拿不少的腰帶 是我們香港的拳王 對雙方的孫德傳 會不會有一點沒那麼好處呢 因為他本身是真綁打的 這場應該是 對 對 孫德傳在你們的苦德也很有名 首先,我是他第一位支持者 應該說一下 孫德傳的打法 我個人比較喜歡 他一下一下是命中率很高的拳手 他的連環拳 還有一招絕招叫做封神腿 封神腿有什麼玩法呢 以下給他訴訟,真的是封神 好,現場的話 他們的拳腳的拳拳拳 看到雙方糾纏在一起 是 是 對,掃腳 孫德傳的左掃腳很準 但是真的,這位馬拔榮的身材相對佔優 大了兩個圈 有有有 小心對手的重擊 孫德傳的後直 左勾,掃腳 好,不斷地嘗試壓迫對手 對手有很多花招 對手,他的轉身腳是一個必殺技 好,看到孫德傳 裁判一叫停,他就馬上收腳 藍方選手的腳很重 孫德傳的體重是佔優 起碼相差5公斤 我們看看哪位的腳更加厲害了 經常聽人說 減磅是拳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明白了 如果你在平時的操練 去到比賽之前減得多一點 你打的磅數比較輕一點 有好處嗎 有好處一點 來,雙方 你一腳,我一腳 但是看到紅方,孫德傳 除了腳,拳也有用 孫德傳比較準繩很多 看到高級一點,藍夫 你一腳,我一腳 你還能看到人的肌肉也硬了 他方的力量雖然很大 但是有效的打擊 沒有什麼有效的打擊 全部打到孫德傳的手臂上 全部落空了 就打不到了 孫德傳一個撐腳飛塞,非常精彩 但是不可以輕敵,因為對手的拳力真的很重 工具很重 對,因為他體重 孫德傳比較全面一點 對 現在低數 有效的打擊 孫德傳有效的打擊 是多很多 他低數的 踢腰也踢中對方 直拳 有效的打擊 孫德傳好像真的在泰拳 平時看到泰仔比賽的身形 他經常在泰國打比賽,孫德傳 孫德傳是一個澳門的泰拳代表 對,場地代表奧門獲得泰拳的冠軍 世界賽 抱歉,亞洲賽 他的戰績是決戰紅剛金腰帶 還有WMO金腰帶 還有富德武林峰決戰天下四的大賽冠軍 真是非常優秀的拳手 雖然你說紅方、孫德傳比較輕綁 但是他的腳都很重 對 看到藍方吃了幾下之後 樣子都沒有剛才上台那麼精神 對,孫德傳的腳真的不是開玩笑 還有幾下 還有拳,小心 這場是八分鐘的賽事 所以很講究雙方的體能 還有六盎司拳套其實吃的力量也挺大 對,很容易發生KO 糾纏起來 其實孫德傳的話 我覺得他埋身糾纏 其實未必是好事 因為對手的身材相對佔優 體重、力度 有優勢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喜歡這個比賽 記得多點下載我們亞洲電視數碼媒體的 Apps 或者上我們的Facebook網站 對,看到各位 雙方前鋪頂膝了 對手,看到孫德傳的腳這麼重 他就嘗試多點前鋪 看到 真的很有經驗的拳手 看到他用腳馬上埋身 拳了,雙方 用了拳拳掃腳 又貼在一起 找機會撐住 但雙方對手走開了 但是接腳 這個時候,裁判分開了對手 孫德傳也挺敏捷的 經常避到南方的轉腰、轉身 是的 他的經驗比較好 低掃 孫德傳嘗試用更加進取的攻擊方法 壓迫對手 這位馬柏榮,非常有經驗 阻止你攻擊 把你抱著,不讓你打 高手腳 重腳 不做鎖腳,但是孫德傳還意牙式 不做鎖腳,然後掃腳還擊 孫德傳打得好穩 很穩定 孫德傳他打的是左莊 左莊是不是通常左腳比較厲害 他的攻擊距離和右莊不同了 左莊是一個反架 他比較好處 他因為平時練的對手,全部都是正架 但是呢 他的對手反而不適應他的打法 會比較好處 很多打拳的人就怕了這些 左優仔 對,左優 因為左優的拳,通常都是重 李奇有沒有試過對左優的拳手 暫時就沒有遇到左優 但是我們打打自己也會有時候轉左轉右 然後是想找到更多機會去命中對手 或者是去拳對手 這個時間他們有一個轉身邊賽 非常精彩 好,拳拳 掃腳 你一腳,我一拳 真的很精彩 比賽結束 非常… 非常精彩 雖然南方有些可以壓倒性的身形 但是紅方又好像無懼一樣 是 而且轉身邊循,你有很多信心才打出來 因為你中間有盲點 你不知道別人… 我這樣也是 能進入你、打到你 所以你有很多信心才使出轉身邊循 台下的師傅也是一樣激烈他們 對,怎樣激烈 你有沒有看到 可以伸到整個身體衝過去 對 快要蓋上去 這是很激烈的出現 所以是和的 好 我們請來頒獎教兵 江富德,江師傅 為這場比賽頒獎 又和了,很開心 一團和氣,但真的很精彩 因為聽聲音,不看 也很精彩,啪啪聲,啵啵聲 很厲害 還有呢,真是厲害 因為其實我打算會很壓倒城 因為身形呢 其實 藍方是會好像佔優了 但是紅方一直都被擔心過 一邊搶,一邊進攻,一邊盛 先上去,你看江師傅 先給個Nike No.1 是他說他們No.1,還是江富德No.1 都可以